骨質疏鬆 其實骨質疏鬆是一些骨刮的慢性毛病 隨著年紀,骨質的密度就會慢慢減少 當它減少到某個程度,就會比較脆弱,容易骨折 這就是骨質疏鬆的骨折 因為女士有兩個情況,骨質會比較容易流失 第一,在修經時,荷爾蒙分泌會引致骨的密度加速流失 第二,隨著年紀大,男女都會慢慢流失 根據國際骨質疏鬆學會的研究 女士在50歲以上,三個有一個已經有骨質疏鬆 男士是高很多,男士是五個有一個 其實骨質疏鬆,如果真的確診的話 就要做一些叫DEXA 這是一個雙能量X缸的吸收檢查儀器 病人需要大概五分鐘時間睡在這裡 照了骨骨和腰椎,照完之後 就可以得出一個T分數 如果T分數是-2.5,就是骨質疏鬆 當然,除了骨質密度檢查這麼準確之外 還可以做一些骨質密度的篩查 例如一些超聲波或者一些問卷的調查 去初步看看病人是否骨質疏鬆 因為骨質密度其實在不同的種族 或者是男性、女性都是不同的 所以根據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的定義 如果T分數,即是骨質密度 是低於同一個連稅組別的人 是比較多的話,就會是骨質疏鬆 而用什麼分數作為參考呢? 通常用那個種族,例如白人、非洲人、印度人 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平均數 或者中位數 用他們25歲的女士作為一個標準 或者叫做中位數 如果差過中位數,大概是兩個標準 T分數是-2.5,就是骨質疏鬆 由於不同的種族、骨質的密度 其實是遺傳性的 所以就一定要參考個別的種族 所以就要用一個百分比 又不可以用一個準確的數字 幾乎幾乎幾乎